哦,好,大家晚上好,我是大饭 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来给大家继续讲上一次我们分享的Reddit英国论坛 讲了那个在地图上是找不到的一个小镇子 带来的恐怖童年阴影的故事 没有看过的可以一部之前的视频来看一看 不过在做这期视频的时候 我发现了一个坏消息 就是楼主他把第一期 就是原本第一部分的故事的帖子保留着 但是把我们这一期的故事 就是第二部分的帖子给删掉了 四折五入来说 我这个视频也算是独家了 可能算是这个都市传说 在网络上流传的最后一个版本 最后一期了 大家且看且珍惜 好,那我们下面就一起来听听这个怪谈的后续吧 今天的期待录正式开始 大家还记得十年前 我离开了那个怎么在地图上找也找不到的镇子 桑德吗 还记得那个镇子山头一直会出现古怪的歌声就有人失踪的怪事吗 还记得我在森林里面看到我哥哥却看不到的那个似人非人的东西吗 我觉得那东西又找到我了 跟我的单亲母亲离开了桑德之后 我们搬到了英格兰不大不小的一个城市居住 在上了大学考了各种证之后 我回到了那座城市里 找了当地一个比较灵活的工作 工作的地方没有什么新奇的 就是那种很普通的小型办公楼 我的办公室在顶楼也就是三楼 灵活呢是灵活在工作时间 周一到周五上班也可以 或者周日到周四上班也可以 只要你的每周工作时间足够即可 我是习惯周日到周四上班的 因为周日很无聊 很多地方都关店关门 我还是比较喜欢在周五周六的时候玩 而且周四晚上下班还能听大饭视频多好 因为我们这里没有调休啊 恰巧元旦前一天就正好是我的工作日 也就是说我得在新年企业工作 所以原本前一天晚上 也就是12月30号晚上 我是想赖个懒觉 然后请病假的 但是想到我才来这六个月啊 还是不要对老板撒谎了 好好当个社畜吧 毕竟这个工作安排很烦 但不至于不能接受 所以还是打算照常31号去上班 就在前一天晚上 也就是30号晚上 做了一个噩梦 梦见我在卧室里 听到窗外整条街都是回声 这回声我再熟悉不过了 是小时候在桑德听到的那种 有旋律的尖叫声 有人就在外面跟着这些 有旋律的声音唱歌 跳舞 但我在梦里觉得非常非常害怕 而且离开桑德之后 我是第一次再次听到了这样子的声音 包括现实 也包括在梦境中 那在梦里我就迷迷糊糊爬起来 开窗想看看外面怎么回事 结果一开窗 尖叫声马上磨音贯耳 全部传到房间里来了 我就站在房间那儿 对着窗吹着冷风一直哆嗦 等到声音彻底消失不见为止 这还不是最奇怪的 最奇怪的是第二天我是冷醒的 我还没开眼的时候以为是外边下雪了 开眼之后我发现 我的窗户竟然是开着的 难道说这不是梦吗 如果不是梦 岂不是真的有人会失踪 就跟我哥那样 不过一觉醒来 开始射出了累死累活的一天 马上什么噩梦啊 着凉啊 全都忘了 也可能是因为 今天是31号 离新年很近 整座城市都有一种迎接新年的氛围 比较喜庆嘛 就不容易在心里面担惊受怕的 原本那天跟我一起在单位值班的 还有两个同事 其中一个叫达威德 他跟我一个办公室 另一位估计是请了31号的假 想好好过个元旦跨年 所以就没有来 那就只剩下我跟达威德 简单介绍一下他 很健谈很开朗的一个同事 喜欢讲故事 也喜欢听故事 尤其喜欢听我讲小时候 住在桑德时候的故事 因为他是出生在大城市的 所以很喜欢听一些 小村子啊 小镇子里面啊 那些小朋友是怎么长大的 都玩些啥 很好奇 我也都一五一十给他讲 不过完全不会跟他分享 我在桑德的童年阴影 只是专挑有趣的事跟他说而已 倒是跟他讲啥 他也都觉得好玩 也习惯哈哈哈哈那大声笑 那索性我们有自己的三层办公楼 不会吵到别的公司啥啥的 而且办公楼一楼大门还有一个提示铃 只要有人来就会想 所以我们还随时能听到声音 马上假装不摸鱼 以免老板查纲码 下午4点46分 还有14分钟下班 本来想着准备可以回家找我妈一起庆祝新年 突然听到了那个提示铃的铃声 我和达威德马上腰杆坐直 以为老板来了 不过铃声响之前没有听到开门声 响了之后也没有听到关门声 更没有听到上楼的声音 可能不是老板吧 那还能是谁呢 难道那家伙没有请到假回来上班了 也可能是有人拿落在公司里面的文件了吧 那想着我又放松了警惕 又想了 但压根没有别的声音啊 达威德说 有没有一种可能啊 是前一天那个没拿到货的那个司机啊 他回来了 去一楼咱们那个杂务房找包裹 还没弄到包裹搬上车嘛 所以就一直开着门没关上 我想着说也是啊 因为我们的大门确实有点老旧了 要真是那个司机来了 没把门带上 估计就是会一直听不到关门的声音 因为他的零件比较老 自己关不上了 第三次 门铃又响了 而且这次 我居然在铃声结束后 听到了上楼的声音 这走楼梯的声音很沉重 很慢 也很碎 听不出来是几个人 大概类似于三个快速的脚步声 外加一个很慢的脚步声 但与其说是脚步 更像是拿身体的某个部位 爬上楼梯时 不断撞到楼梯扶手 撞到栏杆 撞到地面 发出了声音 很吵很吵 好像怕别人没发现他们一样 这次我跟达威德开始慌神了 虽然12月底 太阳下山非常早 但可能因为办公室里开着灯 我俩还不至于害怕 所以还在继续讨论 是什么人来呢 结果脚步声没停 又听见了 到底有多少东西进我们公司里 我俩就这样一直看着门口 不知道达威德在想什么 我呢 是真的盼着 看到的是老板走出来 或者原本请假那家伙 或者是快递司机 反正只要是我们认得的人都行 可是等我看到走上来的那个东西 它身影的时候 这东西 我可太熟悉了 高大 销瘦 浑身发挥 五官跟四肢的位置 莫名其妙 跟我在十年前下至 在森林的石头上 看到的那个东西 不是同一个 但显然是同一种 这时候我才知道 童年阴影啊 能够给一个人带来多大的恐惧 即使是十五岁时候的事情了 但还是一下子 我就开始浑身打颤 完全不敢动 继续盯人来门口 奇怪的是 达威德也看着门口一动不动 他也是看那东西害怕了 还是说他跟我哥一样 也看不见那东西 只是单纯的 在看有什么人上来而已 那东西倒也没有动 就一直站在楼梯口 好像故意吓唬我俩一样 突然就听到 啪 的一声 我们的办公室灯熄了 只剩下外面几点夕阳的光 最后一点傍晚的光 从百叶窗打进来 我还是不敢动 唯一听到的声音 就是楼梯口 到我们办公室之间的地板 开始吱呀吱呀的响 那东西走过来了 还是达威德走过去看了一眼 是啥都不重要了 因为没等我听清那是谁的脚步声 就听到一声哭声 一个男人的哭声 类似于是被人掐住脖子 或者是其他重要部位 动弹不得 但是又疼得很可怕的时候会发出的哭声 尖叫声 那既然我还坐在椅子上 被抓住的就只可能是一个人 达威德 十年前我的哥哥 是在我面前突然消失不见的 那这次 这东西显然是故意让我发现 我的好朋友要被带走 他想折磨达威德 也想折磨我 我一下子醒过神来了 意识到我完全不可能救出达威德 现在能做的就是自保 我从椅子上蹦的跳了起来 一个公升 躲到办公桌下面 我们公司的办公椅 就是很普通的底下带滚轮 可以移动的那一种 我就看见一只办公椅 滚到我面前来 不过椅子上面 好像还蹲了什么东西 那东西慢慢把脚 伸了一只下来 接着伸出了他的第二只脚 紧接的是第三只 第四只 他伸下来的四只脚 他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 但他就好像是故意站在我面前显摆一样 等我完全适应了熄了灯 太阳下山之后 乌漆抹黑的办公室 四周又一点动静都没有了 这时候警察匪夷所思的赶过来了 到什么也没逮着 因为整栋办公楼里 就只有我一个人 达威德的办公桌上 电脑还开着 但人已经不见了 到时候他的椅子上 流了很大一滩血 一直渗到地面 渗到地毯里 我猜警察十有八九 是达威德最后那个哭声 引来的 又或者说是附近有人听到了 就报了警 我被拉到警局审问 如果我告诉他们实际经过 那他们肯定说我是发神经 所以我就讲是断电了 我也什么都没看见 就听到我同事在旁边尖叫 后来就不见了 关了几天之后 在昨晚我被释放了 因为他们确实查清楚了 当地在2022年12月31号下午 出现了短暂的停电 而且怀疑是有他人 故意引发的停电 但是因为我的嫌疑太大 所以继续被他们 一直派人盯上 这其实对我来说 也没有什么好委屈的 毕竟发生了这样子的事情 真正委屈的是达威德 和他的家人嘛 达威德是我所知道的 第一个在桑德镇之外 被那些东西带走的人 但也可能仅仅是我所知道的 如果还有更多我不认识的人 早就遇害了呢 如果他根本不是第一个呢 后来我有一个更让我 一直忧心忡忡的想法 如果他也不是最后一个呢 可能我应该回桑德去看一看了 好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这个故事也到这儿完结了 因为楼主已经真的删帖了 那么如果你们有什么想听的故事 可以告诉我 如果你们自己身边 有一些灵异的恐怖的事情 也可以投稿给我 我也会在视频里面分享出来 那么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